這裏就是將軍澳遺景彎半一個500呎的兩房單位 戶主很有想法 設計師未給Idea之前 他已經想好家裏不同位置放甚麼櫃 究竟整個設計是怎樣 我們逐拍看看 這個單位由我們ECO成功配對的 想知道做成怎樣 馬上跟我去看看 這個單位以現代簡約風為主 單位四四方方 一進門後就見到一個很大的窗台 窗台很闊落 令到整個客廳的採光度十分充足 在設計方面 客廳那邊就用了深木色來做配飾 電視機下面就做了一個深木色的儲物櫃 緊隨就是到頂的儲物櫃和飾物櫃 我們先看看飯廳 在我前面有一個飾物櫃 而我旁邊這個獅子櫃當然都可以擺放飾物 護主和設計公司都相談得很好 就算用了一個很漂亮的版材 就是生態版 生態版有甚麼好處呢 它就可以沒有那麼多夾全味 所以一般客人裝修完之後 其實打開櫃都沒有甚麼味道 還有大家都見到櫃的內籠 都是一個漂亮的色面 就不用每次打開櫃就是白膠板那麼滿 所以生態版的好處實在多不勝數 此外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個桌面 這個好像一個雲石的桌面 也是用近年一個暫新的技術的銀板去做的 銀板的好處當然都是堅硬 還有紋理都是很自然很清晰的 所以接下來準備裝修的護主 都可以參考這間屋裝修的選材 為了要留更多空間給護主使用 設計師就設計了一個可以伸縮的飯桌 用的時候才開出來 美觀又實用 讓我示範一次給大家看看 而這間主人房的設計也適合我心水 首先最喜歡的是 它書桌面和床頭櫃的面 都用銀板去做桌面石 當然敷衍廳的設計 此外這裡的顏色都是用深木色的 夠藍性化 而我自己也很喜歡一張有這麼長的書桌 超過三尺多 所以自己在這裡做文件 都有非常阔落的空間 而睡房還有一個特大的窗台 看著一個開揚的景觀 猶言歉意 照明度也十足 在配色上 無論是儲物櫃 書桌 睡床 都用了深木色的色面 也呼應客廳的用色 房間的儲物櫃都用了道頂的設計 大大增加收納的空間 擁有一個自己的衣帽間 相信在不少香港的女士 都是夢寐以求的設計 這裡的衣帽間兩邊加上超過十尺的衣櫃 儲物量絕對十足 設計師在左右兩邊都設計了深木色的大衣櫃 同樣都是到頂的設計 就算女戶主有再多衣服 都有足夠的地方擺放 來到廚房 設計師用了像牙白的石影石來做檯面 看上去清爽明朗之餘 都有溫馨的感覺 而長身的瓷磚用了光面的大理石 容易清潔之餘 視覺上都十分雅觀實用 廁所長身的瓷磚同樣用了光面的大理石 令廚房和廁所看起來的風格更加統一 淡雅實用之餘 還塑造出一個優雅的品味家居 如果大家想設計和裝修到像這間屋 那麼夢想的家 就記得聯絡我們ezy house 還有記得subscribe和like我們的頻道 以後我們一有新片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zy house會因應你的預算和設計風格 去配對三間適合你的裝修或設計公司 我們的配對專員會幫你分析補價 當你選好了公司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還會陪你一起見證簽約 確保你是明白合約的內容 並且同意才會簽約 在工程開始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都會定時上到你的單位 幫你視察工程進度 確保工程進度良好 一般全屋裝修需要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在工程期間 如果你有任何裝修上面的問題 都可以問我們的配對專員 ezy house 贏你裝修設計 安枕無憂 還有我們ezy house 整個服務都是免費 完全沒有額外收費的 我想放上牆 但這個怎樣裝上去 咦? 為什麼不是香港插頭? 那怎樣用? 咦? 塞了? 糟糕 嘩 瓷盆的玻璃膠發霉 怎麼辦? 對 ி증爽 對 差不多 快 Hyun 趕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